军展街的哥哥第二季来了 首播当日直接斩获全网热搜第一 好几个相关词条登上热搜 数据也相当可观 这一季总体来说 观众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 节目组可以说是真的下血本了 哥哥们的人气各个顶 回忆杀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而作为初代男团偶像小虎队里的乖乖虎 苏又鹏的参加无疑是节目最大的惊喜 在小虎队解散了第25年 苏又鹏独自参加了节目 尽管他在舞台聚光灯下 一比一的还原了当年的动作 但很多人感受和后台的潘伟博一样 除了流泪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大家难过的是什么呢 或许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和苏又鹏动作里的岁月 那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王心灵呢 如今只剩苏又鹏数十年如一日的耕耘在演艺圈 他会为了排练一场不挣钱的舞台剧 在最红的时候推到几十部片月 也会为了拍好一部小成本的电影 一头加进中国最大的沙漠闭关拍摄 只是在每一次提到小虎队的时候 脸上都会有一丝伤感 或许在他的心里 这个难以重聚的团体永远都将是一难品 不少网友开始喊话小虎队的成员 吴奇隆和陈志鹏 纷纷要求他们也像苏又鹏一样付出 站在舞台上重新合体 节目组呢 其实曾在制播前 积极地促成苏又鹏 吴奇隆的合体 只是吴奇隆这些年来结婚生子以后 已经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了 反而投入投资影视项目的幕后 因此啊 合体仍然无奈破绝 网友们感叹苏又鹏 如心境流量的再度翻红 还试图将他和王兴林做比较 却似乎忘了 他本就是华语乐坛的男团笔组 30年前的超级顶流 不过小虎队出道几颠峰的背后 也有数不尽的汗水与泪水 和现在的演艺环机相比啊 彼时的娱乐圈要残酷得多 三个人最初成团 只是在一个娱乐节目里面当背景板 因为出境后戏粉无数 节目的收视率一路飙升 这才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 签下他们重点培养 小虎队出道当年 就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 场场爆满的记录 只用了两张专辑销量 就接近1500万张 成为了全亚洲都颇为瞩目的新人 当时的新苹果乐园 可以说是影响了大江南北 三个人也渐渐地成为了 很多人所追的明星 只不过这种万人知心的声况 并未能持续太久 1991年 因陈元陈志鹏 到了伏兵营的时间 小虎队不得不暂时宣布解散 当时多少粉丝都在期待着 小虎队能够上演王者归来的戏码 在告别演唱会上 18岁的苏友鹏酷成累人 用衣袖抹着伤心的泪水 说话里都是哭腔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三个还能站在一起 还能再唱一首青苹果乐园 只可惜娱乐圈的更新迭代是极快的 根本不会给他们留下任何停顿的瞬间 陈志鹏两年后归队 小虎队虽然也二度复出 但却再也未能延续之前的辉煌 当年天空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终于变成了流星划过苍穹 人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小虎队已经再能恢复当年的人气了 1995年 吴奇隆也需要服兵役的时候 曾经人气组合就此落幕 一次苏友鹏参加了鲁玉的访谈节目 节目组特别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是和吴奇隆电话接线 听着苏友鹏和吴奇隆聊天 简直梦回小虎队时期 鲁玉好奇地问 你们小虎队还有合体的可能吗 苏友鹏就表示可以一起拍个戏 不过要吴奇隆出钱投资 实在是太逗了 吴奇隆这个大哥哥也很爽快地答应 不由感慨 真正友谊就是这样了 你们小虎队未来还有合体的可能吗 咱们可以弄部戏呗 也好啊 你来拍啊 那你出钱 你钱不有多 我可以投资啊 这个说定了 导演有 演员有 投资也有了 就差个剧本 如果有合适的一些 作品或者是一些 机会 还是有机会碰到的吧 好啊 不知道吴奇隆能否看到 网友们的超高呼声呢 真是有点小期待 小虎队的合体 也不许可非 就算了 也不许可